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第一个呢就是前奥运冠军 让我第一次啊作为观众跟着大家一起沉浸式的去追东京奥运会 看杨倩最后一枪逆袭沾手巾 还有全红船十米台三跳满分夺冠 包括还有孙领沙打下了超然的4比0 在每一场赢得漂亮的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训练 一步步稳扎稳打 那想到这儿谁又能不被这些可爱又努力的 零零后小将圈粉呢 那第二个呢 嘿嘿就是我光荣的晋升为二胎妈妈 和诚哥啊一起准备迎接安安的到来 那有了西西宝贝的这样一个经验 这回我们真的是做服了工作 无论准备上还是心态上 都是比之前要稳了很多 还有最后第三呢 我想来想去啊 我觉得就叫生活家吧 这一年呢也是大胆的跨界拍了很多的时尚大片 还有第一次啊体验了穿汉服 也跟诚哥一起学做营养餐 还有就是一起为宝贝们翻修我们的婚房 那这些美好的点滴啊都被我一一记录了下来 也因为需要经常拍摄啊 这一年我更重视起护肤 尤其是出差期后有环境变化 皮肤呢很容易受影响 所以我的护肤必备里啊都少不了蓝蔻小黑瓶 它是我用过的精华里维稳效果特别好的 深入肌体同时啊 修护肌肤维生态 上脸后明显啊能感觉到皮肤更细嫩了 后续护肤也更有效 这段时间我的皮肤稳定多了 基本也少了 多亏它 我才能在镜头前更加自信 2021依旧是充满挑战的一年 也是我退役的第五个年头 25年运动生涯 我从跳板上领悟最深的就是够稳才能赢 生活不也是这样吗 只有保持从容稳定 在面对一切变化和挑战时 我们才有赢的底气 这是我关于2021年的回忆 也是我对2021年的告别 新年嘛就要向前看 2022年会发生什么我也不知道 但我相信一定会有更多精彩的体验 话说2022年你们都有什么心愿呢 就把评论区张许愿池一起见证新年的期许吧